公安厅厅长可以指挥武警吗? 为什么说之前可以,现在却不行了? 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指挥武警 目前武警已经从政府和军委双管,变为中央军委支属 因此也只有中央军委及其下属的武警部队总部可以指挥调动武警部队 这是2018年武警体制改革之后决定的 而地方政府当中的省公安厅厅长已经没有任何权力调动指挥武警部队了 不过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公安厅厅长可以调动指挥武警部队 公安厅厅长之前为何可以指挥武警部队? 这并非是由于公安厅厅长本身的职权有多大 而是因为其代表政府部门及公安系统中省厅一级的指挥权限 背后是之前政府对武警部队领导权力的体现 在中央层面除了中央军委 国务院领导全国武警部队 具体指挥由公安部长担任第一政委实现 相应的在地方政府层面 省公安厅厅长兼任地方武警总队第一政委 地级市公安局局长兼任武警支队第一政委 从而指挥相应的总队 支队更好地配合地方公安工作 地方和公安系统指挥武警部队的制度为何要取消? 为了改变一直以来武警部队所实行的国务院 军委双重管理体制 对于作为我国现役武装力量之一的武警部队而言 将其明确为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军事力量 不仅能够明确减少指挥混乱的状况 避免双重指挥 多头指挥等不利于部队行动的指挥方式 同时也能够避免地方潜在的胡乱调动风险 进一步明确区别军人和警察的身份 武警部队虽然被称之为警 但本质是军人